我当初特别理想化 我跟你说这个工艺这个东西 真的你干一年就是一年 刚开始干的时候我就想 我就是个艺术家 我就在田梗上 我教他们跳舞 但是他们将来在我的梦想当中 就是在田梗上 听着Tchaikovsky的音乐 跳着天洋湖 你想那画面多么唯美 这是我第一年的想法 然后后来他遭到他无情的耻笑和批判 他说拜托 他一边种地呢 你让他听着Tchaikovsky跳天洋湖 那成什么了那个 所以我当时有这么一句话 不要因为我们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不要让他们有不应该有的幻想 这是我当时的理论 后来他说我自私 你说 你怎么说 我说 你不是说我自私吗 是啊 你光想你自己 你不想着这些孩子都跟咱们那么长时间 你说你要给他们想条出路啊 是不是 你就光想着浪漫的带着他们什么 在田梗上跳跳芭蕾 将来什么包着老玉米的时候 还还还还跳着Tchaikovsky 什么可能呢 你你不让他们从事这个专业的话 他们将来就成普通农夫 谁来去还还想Tchaikovsky 舞蹈考上了 这个你说那什么什么 Tchaikovsky 二中 Tchaikovsky 二中 也考上了 选哪个 两个都上可以吗 那个上一年 这个上一年 那肯定会行 你你读了书就跳不了舞 你跳的 你跳舞就读不了书了 我说哪个都选呢 哪个都行呢 你喜欢哪个 那你去哪报到啊 那你不能去哪报到都行 那你就得去 如果说我的话就选跳舞 你看这态度明确 我说你学了你学了这个艺术完了之后 这个文化赶不上 完了之后以后将来不好找出路 去玩就业什么的都不好说 但是孩子特别有信心 可是我就想做光爸爸那样的人 我都想做光张妈妈那样的人 我三个人 听住 零 二 这个地方抢一点 一 二 抢一点 知道吗 就叫我把我担心 帮我担心 我担心 在这 咱俩担心 我担心 真正的 诶呀 真正的 诶 那时候 方老师来的时候都说 他时间长不了 诶 就不来了 他身体都不好他 连就是方老师身体也不好 反正又两个 有时候感动 我们都想断了 好 现在停止背书向组织靠拢 咱们不是组织吗 咱们原来也不是组织了 组织在那边 走 来 讲一段 现在国家要开发建设循环兴趣 就肯定要把循环兴趣 给从各个角度拖起来 它一定要找亮点 那作为我的这种性格 我就想那亮点就在这 如果要是那个时候不在这里住了 改成循环兴趣 搬到这个地方去了 也许我们就跳不了舞了 也许一点也不好 我们是伴养店的人 就要是伴养店的 什么时候也要是伴养店的 我很希望这些小丫头 这都跟闺女似的 你就想哪一个爹 不希望自己的闺女好 只要能好 我们判断为好的 都想让她去试试 有的人就说 就那样说 拆了就可以创造未来 然后有更好的家乡 然后有更好的城市 我们学习有可能就会更好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 保密关村 在金家藏藏的同学当中 有一所特殊的芭蕾学校 来来来 马月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他们团队的好消息 就是05的小姑娘马月 学习了五年的芭蕾 去年他考取了辽宁芭蕾舞团的附中 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我们掌声祝贺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我教小孩子就是需要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在芭蕾舞上 一定要做成像伟大的舞蹈的明星一样 不是那样 也许我教给他的艺术 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一种文明 对文明的理解 那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有所有的心 有全集 我心等着我呀 啊姑娘 我心向东方出生的红太阳 啊姑娘 啊姑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